大家好 我是杨雪自驾深入云南 现在是在中缅边境上 后边90号戒碑必须合影一张 这跟咱们过往看到戒碑不太一样 过往都是那种长条形 而这个很像一个火箭的形状 是不是 上面中国两个字 1993年立的这块碑 这一侧还有后边都是缅甸语 再看这一面是什么 90号这是碑号 下边有个续号1 说明90号应该有多块戒碑 这是排序第一号 这两天房车旅行多了一个新朋友 我的发小海洋同学 他正在看地图 咱也去看一眼 了解一下这块的一个地理情况 一墙之隔 过了这堵墙就是缅甸 这个墙我不看着你的时候 你也不要随便翻过去 翻过去那就是越界了 那就是判刑了得 看过一些资料 其实在疫情之前是没有这堵墙的 这个台阶后边是一条河 河的对岸就是缅甸了 这条河非常的窄 现在有了高 这得多少米 得有个七八米 七八米不止吧 至少有15米到上面的网子 加上网子是吧 之前我去中朝边境有个屠门 也是这个情况 在疫情的时候加上了这么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板 来看一下现在的位置 现在还没有跟大家具体的地界 是在德宏的晚丁镇 是在这个位置 这是那条河 然后对岸就是缅甸了 虽然这么目视 看不到啊 一会儿把小飞机放起来 会比较清晰的 我们把房车上的小摩托卸下来了 还总骑着 现在我们是去晚丁口岸 也逛逛晚丁这座小镇啊 说是小镇 这在云南来说真是哎呦 这规模其实跟县城都不相上下了 哪有一辆房车了 看这个前面写着边关明镇 晚丁镇 滇满公路 晚丁镇是滇满公路的起点 不光是滇满公路的起点 同时也是史蒂威公路和滇满公路的交叉点 走继续 已经到了晚丁口岸 很巧啊 对啊 这有一些缅甸的一些朋友 真是咫尺可见啊 游客一般是没法进入这个围栏的 只能在边上望眼 足够了 晚丁口岸是一级口岸啊 作为参考 之前咱们去的二三口岸 那个是二级口岸 可见在云南的这座小镇 为什么被称作边关明镇了 看那边那个小粉房子 是缅甸的边关检查站 然后呢 看一下咱们中国这边的边关检查站 多么雄少卫武 形成了鲜明对比 小词整得很到位啊 还是主旋律嘛 跟你学 我也主旋律一下啊 看看咱们中国这一侧的马路 缅甸一侧的马路 还是真是有区别 问了一下 中间有这么有灰色的门吗 在晚上的时候 这个灰色门就会关闭掉 哎呀真是好近呀 往那边随便扔点钱 跟对方就是国际贸易了 吵个半个嘴 那就是国际纠纷了 对吧 哎呀打声招呼 这就是国际友谊的表现了 哎呦 来到德宏这块主要是为了参加泼水节 前两天在盲室已经深刻的体会到了泼水节的热情啊 宛丁镇这一块比盲室它泼水节要延迟个几天 所以在这边泼水节正在进行当中在路上走的时候就会被喷 没关系因为被喷到水是一种受到祝福的象征也是件好事 还好 刚才也看到了中国这一侧见的会比较好 但是在这边待了一两天感觉到实际上碗丁镇啊应该在过往会更加繁华一些 看到了一个路标一个牌子上写着碗丁市 它以前是一个市吗 而且看到很多的一些建筑啊 比如这个中棉 边冒集市旧址 现在是空置的 很多类似的建筑也是空置的一个状态 那边一会儿我们去那边正好喝点东西 也一起看一下 这个住车地在这旧址的前边免费 上边有停车卫生间属于三好的一个住车地了 中国这个巷子 对面就有吃喝东西的地方了 这都是人家呀 泼水 泼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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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际邮件互换局就职 在这么一座边陲小镇 以前的功能设施 下边是什么 民国客栈 民国中央银行 世界钱币博物馆 时间就是 可以抹掉一切 人的记忆美好的东西 一座城市 一个回忆的地方 先那儿 刚才我们点了两杯果汁 看看这边的价格 都是先榨的果汁的价格 我要的是泡露达 这两天喜欢喝上那个 就这个 来了泡露达 面包 这是牛奶泡的 珍珠 还有紫米 最好吃的是这个 椰丝 特别甜 然后有点酥的感觉啊 来来一口 吃一口啊 嗯 好吃 你那是什么 都喝完了 我去 没给我留好 我再弄那个 给给给 不是 最后精华的都给你留 我跟你说 刚才 我看咱们新发出去那期视频 说泼水节这一次 说咱们装备不成 有些网友给想了一个主意 你知不知道用什么装备吗 是把房车里黑水箱 逃出来 去喷去 那个就不是泄烧水了 那个 那个是 那个是毒水的 那我们去参加活动啊 把这氛围 多强呀 这完全如是当地人的生活了 咱俩啊 小摩托啊 小短柱一蹬 踏踏踏踏踏板一穿 太好了 看看 这个地儿也是我们听当地人说的 脱水节是一年当中最盛大的节制啊 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今天是一个电音节是吧 对 1月19节 他这个全名叫做顽皮变音啤酒节 他在暴墓 听不太清楚说的是什么啊 你的当地语啊 他说的是台语吗 对 门前三万 很短 您是打竹吗 对 他这个活动是几天啊 继续上 这个我也 今天正式吧 两天 三天 我们都在那边 哦 今天是第一天 第二天 这首歌叫晴天 但是好像架子鼓不响 正在调试啊 加油加油 看看场上的人 好欢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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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 碰到一个放烟花的机会啊 这是我负责的区域 一会儿自己亲自放烟花 这事儿太难得了 正在结束啊 一会儿结束以后就开始了 新炸藤汁 干杯啊 晚冰 这几天真是特别特别的欢乐啊 赶上了泼水节 音乐节还放了烟花 强烈跟大家推荐泼水节啊 如果以后来西双板那 来德宏这一块来玩的话 查一查泼水节的节日 要赶上的话 真的是特别享受 活动好多 人们也很热情 真棒 再见 我们也回去了